周生辰 这个放我这儿了 你出差带着不方便 我给你放床头柜 你要是有急用的话 我出差不在家 你就自己拿 给 家里钥匙 龙小玉还住这儿呢 我拿钥匙不大好吧 她卧室有自己的锁 我给你的是大门的 还有我卧室的 走吧 我送你下去 你送我下去 我刚刚送你上来 你又送我下去了 我顺便扔垃圾 路上小心 等我电话 好 等一下 那天三次打电话 太麻烦了 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 打电话的时间我可以调整 我们都结婚了 随意一点 你想找我的话 提前说一声 我如果方便 我们就通话 知道了 再见 再见 石小姐 这个时候拿垃圾袋 下来丢 也没地方收啊 您记错了 垃圾桶啊 六点才送过来 是我记错了 我先进去了 等等 今天这首歌 听起来很应景呢 今天这首歌 听起来很应景呢 是你 是你 微笑的眼 让旋下世界 推一遍 每个瞬间 刚刚应该给她一个拥抱 抱一下就好了 她应该也想我抱她 是你 我为什么不直接送去机场呢 应该改签一下时间的 至少和她吃顿饭 至少还能和她多待一会儿 有错有任何的今天 给你我的情全一切 感谢你在身边 小辰啊 有个事我得告诉你 时宜有个追求者叫王云东 据说是业内有名的才子 作为过来人 我得告诉你 长期两地分居 不易于婚姻稳定 尽早回来 小心太得被别人追走了 你又没结过婚 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经验 没说年轻时候 她比你强多了 我谈过恋爱 你呀 就是运气比我好 碰到了时宜 要不然 我看你没人要 不对吗 对 我这性格 的确是不适合结婚 不不不不 你不适合谈恋爱 结婚是最优对象 希望她能跟你想的一样 情敌在 都能掉以轻心啊 你耶 际态 那对 好